放大 用力的枕齿飞翔 追 追一个天堂 在生意诚堂创作的时候 另外一个艰难的地方就是食物 其实我们在创作菜色的时候 每一个都是我们在所有的 这种生活中可以找到的这种东西 到处去汲取出来的 我们赋予菜色本身跟人物之间的 连结跟情感 我觉得你一吃这个 不然觉得它就更像小时候的味道了 我告诉你 这就是思念的味道 一个人的生命过程当中 跟他所吃过的食物有很大的关系 和他所吃过的食物 又代表了他各种的记忆 深夜食堂温暖的一面就是 每个人会有自己的一道菜 每道菜是一段故事 对于阿龙来说 为什么他的菜 不像人家的一个成样的菜品 而他的菜更像是一道小吃 那是他曾经高中时代的 他心爱的那个女孩 每天会给他做的红香肠 对他来说可能这个味道是最难忘的 就像阿龙的章鱼角的红香肠 那么凶悍的一个黑道 吃一个那么小女生可爱的小食物 形成那个对立性 黄黎老师也很会做菜 因为他也会推荐 比如说叫鱼香肉丝这种 只要吃过中国菜的人 几乎都会吃到铺片的一个川菜 来 来吧 鱼香肉丝 这是我小时候的记忆 可能我爸爸常常带我去一些食堂 吃的时候感觉它很简单 然后可能就一道鱼香肉丝一碗饭 然后就可以饱餐一顿 然后吃起来有保暖的感觉 是有成长轨迹跟青春的记忆 糖炒的就变成红的 什么糖 红糖 白糖 白糖也能炒成的可以 可以 其实红烧肉那个颜色不是酱油的颜色 是糖的颜色 对红烧肉真的太有影响了 因为那个实在是看起来太好吃了 所以我们在拍的时候 黄黎老师都亲自做出来 真正非常好吃的红烧肉 红烧肉 因为我做红烧肉做得很好 然后我也很爱吃红烧肉 我喜欢这个世界上 所有可以配白饭的东西 红烧肉这个菜 除了这么温温暖暖的一个乡愁 甚至带来追求救赎的一种画面 好几次 几个钟头之内 我吃了无数的红烧肉 他们拍完了还打趣 问我说好不好吃 我说今天好像差了一点点 应该再烫一点 好 明天一定好 明天一定好 第二天吃完 那今天怎么样 我说今天稍微好一点 他们到底在满足劫色 还是满足演员 不会搞不清楚 但是红烧肉真的很好吃 在大家的生活中就是泡面 就是打开了 进去冲热水 因为其实它真的很贴近我们的生活 多花个几分钟 比如说你的牛肉泡面 其实会变得像切上来的一碗 真正的牛肉面 会很有意思 哇 好鲜 谢谢老板 省时间 省精力的一个菜就是泡面 老板做的泡面呢 又不像自己用开水泡的泡面 那么的难吃和繁胃 所以就很喜欢到深夜食堂里面 来吃这碗泡面 好吃 我在这个食堂里面 也真的做了很多饭 我们在这个系里面 做的几乎所有东西 都是最家常的 大家有印象的 比如说酱油炒面 蛋炒饭 包括炖个鸡汤 拌个凉粉 非常简单 切好就是这些最普通的食材 是家常菜 才是我们最熟悉的 欢迎光临